这个月我们的目标是 我迟到了 该怎么扣就怎么扣吧 迟到十分钟 不算迟到 给你寄满钱 来 我们继续 这个月我们目标是 这新老板脾气真好 你知道什么啊 这要心理货币 现在越好 以后就越凶 我们公司呢 刚刚成立 以后还是要多麻烦大家 多多光照 散会吧 耶 耶 我本来啊 昨天约了客户线合同的 我结果寄成今天了 几十万单子啊 这个怎么办啊 那你快打电话给人家啊 可是 不是人家已经给我拉黑了 电话都打不通 那你只能自己跟老板说了 那我又要扣工资了 我用我的手机给他拍一个吧 喂 邮总啊 哎 对 我正想啊 跟你解释这个事呢 昨天呢 我给我员工啊 不知太多事情了 哎 所以导致啊 把您这个事啊 给忘了 不好意思啊 呃 您看这样 改天啊 我请您吃饭 好吧 哎 行行行 那您看合同这个事 哎 行的行的 感谢啊 谢谢哦 这边啊 没扣工资还不好啊 那快去忙吧 杨阳你给大家总结一下 上个月我们公司的业绩 好的 老板我算了一下 上个月呢不仅没有盈利还亏了 那行那今天晚上下班 我们都别走了 转转你等一下去酒庄 买两箱茅台 再开个豪华一点的包厢 今天晚上呢 我们去个餐开个庆功宴 庆功宴老板 我们哪里离工了 一个新环境 大家呢都是新同事 干嘛对自己要求这么高 可是我们工作都这样出错 你不当不扣我们工资 你还 出错啊很正常 问题呢也不是大家的有意为之 本来啊自己就很苦劳 如果呢我再去修大家 那我不是给大家添赌吗 肯定是老板啊 我们只是员工 修我们也是很正常的 你这是在哪里听到的歪理 我们呢是出来上班的 不是出来求人的 我们用劳动去换报酬 不是用尊严去换施舍 压倒你的它永远不是事 而是情绪 如果我们家里有万斤的话 谁都不会选择出来上班 本来工作就已经占据我们生活中一大部分时间了 所以啊保持开心比对错更重要 脾气啊人人都有 拿出来是本能 压下去啊是本事 用嘴伤人呢是最愚蠢的行为 所以啊我们大家在生活中一定要做一个有耐心的人 我们呢都是成年人了 在错误中吸取教训 不用旁人啊 七嘴八舍 知道了老板 最后呢再告诉大家 人这一辈子啊不能只是去收获财富 而且我们要收获朋友 收获感情 提升自己的价值 首先啊要保持自己的温柔 才能有美好的人生 谢谢大家